功夫相待会这一届的第一次定期大会 正锦罗密鼓进行当中 但也不忘了做社会公益 主席廖一军结合新北市扶若公益协会 以及上达企业公司 捐助300份的生活物资 会同相待会的同仁 亲自发送到乡内弱势户 以及社会边缘户 不分节庆时节的关心 让弱势族群倍感温馨 上午忙着质询监督的乡代表们 利用下乡考察的时间 将一代一代的爱心生活物资 再转发送到各个社区部落 弱势族群以及机构 受住户面对爱心及时与万分感谢 里头有柴米油盐 米面罐头等生活用品 总共300份 堆满整个乡代表会办公室 主席廖一军也请乡代表们 协助载运发送到各自社区部落 或者公益社团机构等等 共同把这份爱心送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共同照顾社会弱势 德不孤必有零 推动社会公益 不遗余力的光复乡代会主席廖一军 在新北市福若公益协会 以及上达企业公司的协助下 捐赠300份的生活物资 共同推动社会公益 在相待会定期期 在相待会定期会期间 并会同相代表会同人们 逐一发送到弱势家庭 以及社福边缘户手中 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福若公益协会 还有我们上达企业有限公司 支持我们光复乡代表会 推动公益 光怀弱势 特别捐助300份物资 由我率领我们代表会的同仁 把这300份物资 把这份温暖传递到光复每一个角落 施比寿更有福 光复乡代会这一届的代仪士们 除了是执询监督为民喉舌 也善尽社会责任 与实际行动 关怀社会弱势 这一次在第一次的定期大会 开议期间也不忘做社会公益 不分节庆时节 没有锦上添花 只有雪中送炭的关怀行动 让弱势族群深深感动 倍感温暖 记者是越南 光复采访报道